今天再跟大家聊一聊 希拉里和克林顿这对夫妻 法庭的文件显示 克林顿确实是与两个女孩 在爱布斯坦岛上 而希拉里呢 在8月9号也要去法庭了 再去法庭 看一下这件事情是从哪说起的呢 我们看一下在推特上有一个推文是这样说的 在7月30号 马克斯威尔 马克斯威尔呢 我们以前说过就是爱布斯坦的女友 与爱布斯坦呢 一起经营那个爱布斯坦岛 也就是那个罗利岛 爱布斯坦的被开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就是法庭文件呢 已经出栏显示 比尔克林顿与杰弗里爱布斯坦 马克斯威尔和两个年轻的女儿 上面说是young girls 一起在爱布斯坦岛上 然后呢 另外一个推文说 这是证据 斯蒂克威尔和海迪波比斯 就说的是那两个年轻的女孩 这两个年轻的女孩的名字是 斯蒂克威尔和海迪比斯 都在爱布斯坦的 连同屁的 连同屁者的岛上 然后他说 推特想掩盖 说 戴首帽子和 Prince Andrew 就是安德鲁英国的那个 安德鲁王子 是一起纵情声色的参与者 就是说 推特说 其实是安德鲁王子 和一个叫 戴首子 戴首子不知道是谁 在这个爱布斯坦岛上 但是呢 法庭的文件显示是比尔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 是有罪的 我们知道呢 爱布斯坦岛呢 就是自从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呢 尤其是后来呢 爱布斯坦呢 在狱中自杀之后呢 这件事情已经是轰动了全球 我呢 以前也做过这个视频 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呢 他就是涉及到很多政要 尤其是克林顿呢 就是说 在那个岛上 与幼女有关 这次呢 法庭的文件显示 这克林顿呢 确实是与两个年轻的女孩 在一起 这两个年轻女孩呢 看起来大概是 十几岁的样子吧 肯定没到十五六岁 看的那个照片 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文件上 没有说具体是多少岁 所以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美国的政要呢 是很多很多 被中共蓝金黄的 我们说呢 爱布斯坦岛 是不是也与中共有关呢 好多好多的推文 或者是很多相关的人士呢 都说 绝对是与中共有关 有一次呢 郭先生在视频当中 还说杨洁篪呢 去美国 就拿了一些小视频 这个小视频 是不是也与幼女 在西藏有关呢 不一定是爱布斯坦岛了 是西藏啊 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幼女的小视频 去要挟那些个曾经 拿着中共好处 拿着中共金和黄的那些个政要 或者是某些科技公司 或者某些华尔街大佬 让他们给美国政府施压 来呢 缓解中国与美国的这个 逐渐加剧的贸易战 现在金融制裁 各方面的这种制裁 当时郭先生说了 哇 杨洁篪呢 肯定是拿着这些东西 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 在爱布斯坦岛呢 可能也与中共的背后操作有关 我们希望呢这个事情呢 早点的揭露出来 我们再看呢 川普的这个推特 川普推特上又是怎么说的呢 今天他说 奸诈了 他用 希拉里克林顿呢 要在8月9号又要去法庭了 他说again 然后呢 法庭呢 就是说有说 但是呢 媒体是沉默的 没有报道 我们知道呢 我以前也做过 有关希拉里的这个事情 尤其是班加西案 现在呢 我看他以前 没有做总统夫人 也没有做国务卿的时候呢 就是他做州长夫人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白水开发公司案 就是希拉里和克林顿这夫妻呢 就是出生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层 一路走来呢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路走来 各种案件都跟着他 就像中国那些贪官一样 一路贪腐 一路上升 然后呢 这夫妻俩呢 就是一路做案 一路上升 一直到了 克林顿 到了美国的总统 希拉里 到美国国务卿 而且呢 还要竞选2016年的总统 被这个川普呢 就是给战败了 给战胜了 就这样说 看一下 他呢 在克林顿州阿肯斯 任阿肯斯州州长的时候呢 有个白水开发公司案 这个白水开发公司呢 是一个专营开发房地产的 克林顿拥有这家公司 50%的股权 他与阿肯斯州的一个担保公司 有密切的联系 这家担保公司呢 曾因诈骗银行而破产 老板入狱 在FBI的调查过程中 发现希拉里当时的州长夫人 从该担保公司呢 获得了一笔非法的红利 这笔钱呢 先被希拉里存入了白水公司的名项 再利用法律的漏洞 转出用作1990年克林顿连任阿肯斯州的竞选费用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已经有些非法操作了 不过呢 让这夫妻俩呢 硬是想办法给压下去了 当时呢 有一个希拉里的手下 就是叫福特德 然后呢 他以口气承担了这个罪名 但是最后呢 被希拉里呢 就是给当做弃子给抛弃了 最后这个人呢 自杀 抑郁身亡 看一下 再说邮件门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希拉里当任国务卿期间呢 用私人的邮箱 来收发很多邮件 他作为国务卿呢 一定要用工作的邮箱 私人邮箱呢 因为他涉及了很多军事机密啊 国家机密啊 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呢 他又把一些私人的邮箱给删除了 但是呢 在2016年竞选大总统 竞选总统的期间呢 维基解密又曝光了 维基姐妹曝光呢 就说他呢 参与了洗钱 贿赂媒体 我们不只是CCP 贿赂媒体哦 可林顿基金会 也一样是贿赂媒体的 当时呢 他用一笔基金 叫胜利基金 是LBGT的基金呢 用于声援同性链 结果呢 6100万美元呢 用在支援同性链上呢 只有1% 其余的都用到了 希拉里竞选团队上 所以呢 他就是名义上 你都是说的是支援同性链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钱 都用于他竞选总统 他当时的竞选总统的费用呢 比川普要高很多 现在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都说哈 美国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 有资本 就有这个国家 就有政治 就是说你有钱 你就可以当上总统 但是在当时 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呢 就是希拉里的竞选资金 要比川普高很多很多 但是呢 希拉里白选了 在2020年的竞选总统上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王岐山的好哥们 彭博社的那个布隆伯格 属于千亿富翁 那就是 我们知道呢 川普已经很有钱了 但是只有几十亿美元 但是呢 布隆伯格呢 千亿美元 但是布隆伯格 在这个 民主党的这个 都没有出现 所以说呢 毕竟不是说 由全部由财阀来控制的 还有老百姓的选票 老百姓呢 已经逐渐在清醒了 所以呢 这些个大财阀 或者有钱的收入 就是说 收到很多高的竞选资金的人呢 并不一定能当选总统 因为呢 还有我们老百姓 手中的选票 再看一下 希拉里呢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班加西的领事馆案 我以前呢 也说过这事情 我这呢 在这边再大概的 再说一下 班加西领事馆案呢 就是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 就是说 希拉里 他有个非常好的 要好的朋友 叫斯蒂文斯 斯蒂文斯呢 是通过一个军火贩子呢 把美国的武器 卖给了ISIS 我们知道ISIS 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 恐怖组织 后来呢 被住在那儿的美军给发现了 哇 怎么有 那个美军的武器 怎么在恐怖组织的手里边 就上报给了 希拉里 上报给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 但是呢 当时希拉里呢 就直接任命 斯蒂文斯的班加西 驻利比亚的大使 后来呢 斯蒂文斯呢 被当地的叛徒给烧死了 希拉里呢 当时呢 就在家里说睡觉 没有接到这个 求援的这个呼叫 然后呢 不派人去救援 这个呢 斯蒂文斯呢 就被活活的给烧死了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呢 这希拉里 纯粹是杀了灭口 因为他的一个好友 一定是掌握着他 卖武器给ISIS 我想不只是一件事情吧 肯定还有其他的军火生意 ISIS呢 在中东壮大 然后呢 美国一直派很多士兵 去剿灭这个ISIS 但是呢 希拉里呢 竟然卖军火 给这些恐怖组织 你想想这件事情有多大 所以呢 川普呢 又发推文说 8月9号 这个希拉里又要去法庭了 但是呢 媒体默不作声 现在呢 美国正在加速度的排干涨子 我们看呢 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众议员 叫Gate 在昨天呢 又在听证会上质疑谷歌的CEO 他是这样质问的 他说你在现前的讨论当中 提到了中共国 你说你们在中国的项目呢 进行的非常有限 但谷歌在中国设有人工智能中心 我们知道了 贵州的大数据中心 你们在中国与中国的大学合作 从中国的军队那里 拿了几百万美元 帮助中国呢 的歼20 我们知道中国歼20是比较厉害的 更好的 更准的 瞄准美国的目标 就是说呢 谷歌提供了一些个技术 帮助歼20呢 来更准确的来瞄准美国的目标 这个就是呢 那个众议员 质问那个谷歌的CEO 而且呢 国防部的巴克将军还说 你们的公司直接帮助中国的军队 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还指控你是叛国的 他直接就质问了 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公司要帮助中国的军队 但却推辞与美国的国防部来合作 看一下 川普呢 就是还有一个推文 说福奇博士 我们知道呢 福奇呢 是那个美国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 这次冠状病毒的工作呢 主要是由他来负责 前段时间呢 有个黑客正义联盟 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人站出来呢 就说有小视频 福奇博士呢 就是跟某些个人进行一些什么发生一些关系 然后被这个正义联盟呢 从某些人手里的拿到了这个小视频 所以呢 福奇博士呢 是帮助CCP的 现在的话呢 川普又说了 福奇博士是人是魔 上听证会上见 你的话题也要被撕掉了 就是说呢 福奇博士 也要上听证会了 我们知道这个 美国已经在加速的排干沼泽 希望呢 这些个所有吸血的资本大俄 高科技公司 还有克林顿基金会 这些肮脏的这些个人渣 早点进入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好 今天节目到这了 等一下 再见 记得